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八年抗战里 河南的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罪 可很多人不知道 河南不仅是前线 更是坚实的大后方 河北抗战失败后 将戒时扒开花园口大堤 黄河一溃千里 试图借此阻挡日军 但国民党仍节节败退 河南沦陷 抗战八年中 河南仅有新菜 沈秋两个县没沦陷过 可百姓在食不果腹的境况下 仍为抗战缴纳一切军需供应 出兵出粮 河南贡献了全国第二多的一百九十万壮丁 伏兵役四百万人 战死及伤残三十万人 流离失所二十万人 全省总人口 从战前的三千五百万 锐减至三千万人 大灾荒的1942、1943年 河南依然上缴了田赋五百四十七万代 战火中的河南 贡献了全国第二多的兵丁和全国第五多的军粮 抽自己的血 扛起 抗战的胜利 川鲁跃苏 鸣哲相挥 中国八大菜系 可谓平分秋色 可为何这国宴的餐桌 却偏偏交给了淮扬菜呢 建国至今 年年都是国宴主角的淮扬菜 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 关注微信公众号左右视频 回复国宴 为您揭秘